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Tamiya買的 裝飾甜點材料的開箱製作 希望你們會喜歡喔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材料打開來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買了哪些工具跟材料 這兩本小冊子是我在店裡面拿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Tamiya有出樹脂黏土跟青黏土 那我今天買的是青黏土 再來是簡單的小模具 可以做一些餅乾啦 還有一些蛋糕之類的 其實這些造型我們都可以自己做出來 那如果想要快速製作很多個餅乾的話 那我們用模具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喔 上面的價錢都是日幣喔 不是台幣 再來是可愛的小盤子 那其實它有其他造型 我選的是愛心的盤子 這個小工具有一點像眼影 那有一點像我們所使用的粉彩 它可以很快速的做出烘烤過後的烤色 它還有附刷筆呢 再來是奶油圖 那這個奶油圖我覺得看起來很方便 那它有出很多種顏色 我買的是比較安全牌的顏色 是白色的 它已經有附簡易的花嘴 所以我們不用再另外買花嘴喔 再來是果醬 那我選的是比較大眾口味 巧克力 巧克力的口味 包裝後面也有一些示範圖可以參考喔 再來這個材料呢 它很貼心的另外幫我包裝起來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兩罐呢是裝飾用的糖 那一罐是粉砂糖 一罐是砂糖 因為我無法想像它做出來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就兩罐就買了 另外這個工具呢 它跟今天要做的點心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我常常會做一些袖珍的小東西 那這支筆它非常的細 我覺得它應該會是個很好很好的工具 所以我就是也把它買下來 那希望可以用得很順手 那其實我前幾天PO的菠蘿麵包 已經有用過這支筆了 我覺得它的刷筆軟硬適中 那它的筆身握起來也非常的舒適喔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拿的這兩本小冊子 那首先這一本呢 它其實就是一些老師們的資訊 那其實日本有很多秀珍的老師 做食物模型的老師 那他們都很厲害 這本書上面有他們的課程資料 跟他們的上課位置 那其實我拿這一本 是因為它上面的作品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可愛 所以我就把它拿回家 當作是一個小小的收藏 那它的最後一頁有很多很多老師的 一些工作室教室的位置 那可以提供索取的人去找尋 我覺得非常的棒 日本有這麼多厲害的老師 可以在這一本書裡面就找得到 嗯非常的好 再來要介紹的是 塔米亞出的裝飾材料工具的使用密器唷 我覺得這一本非常的厲害 介紹的非常詳細 所以我那時候在店裡面啊 翻這一本書 翻了超久的 我一直在想研究 這些材料到底是什麼功用 那我到底要買哪些材料回來 它上面都有非常漂亮的成品照 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想要買的欲望啊 它的第一頁是小餅乾 那我買的就是它的小模子 那這個它是用輕量黏土製作的 所以我有買一包回來試試看 旁邊呢它是樹脂黏土 它可以做一些水果糖果 帶有一點點透明度的作品都可以喔 但這個我沒有買喔 這邊呢它是透明樹脂 它是屬於A技加B技 把它攪拌均勻之後 可以做果凍或者是鑰匙圈之類的 再來呢是一些小模子 那它有四種款式 我買了兩種 那另外兩種我可能比較少用 所以就沒有買了 那我買的是小餅乾的系列跟馬德蓮 下面這個工具它是梨形劑 我們在塞黏土進去之前 可以先塗一層進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嬰兒油來代替喔 那塔米亞出的黏土都是白色的 那這個部分呢它是可以調出很多顏色的 顏料 那我是打算用壓克力顏料自己染色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顏料它是有一點透明感的 可以做一些水果片的部分 可以等黏土乾的塗在上面 或者是直接染在黏土裡面也都可以 其實我之前在塔米亞有買過類似的顏料 那它也是水性的 也是帶有一點透明感的 當初買來也是要做水果片使用 所以這部分我也沒有購買 因為我還有這三罐可以頂著用 再來是我們做甜點最需要的烘焙的烤色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神奇 因為它很像我們女生在用的眼影盒 那其實我之前去買化妝品的時候 也會特別去找找看有沒有類似的 但其實好像 好像很難很難找到這三種搭配起來的顏色 所以後來我也有買回來想要試試看 最後這兩罐呢 它就是作品保護的亮光漆跟消光漆 那有一點像指甲油的方式 塗刷上去就可以了 再來是奶油塗 我覺得它這個非常的神奇耶 它做的很像顏料罐 它有分大罐跟小罐的 我買的應該是小罐的 那它的花嘴其實也有另外賣 那我就用它附的來做就可以了 我買的是白色的 那它另外有 它全部有四種顏色 黏土作品加上奶油塗 就是會變得非常的浪漫 希望這次的作品可以非常的可愛喔 再來介紹的是果醬的部分 那它除了巧克力的顏色是不透明的 其他水果口味它都是 帶有一點點透明度 那最特別的呢 是它下面那三種口味 紫色粉紅色跟綠色 它是有一點點黑色的水果紙的部分耶 看起來很特別 我那時候有猶豫了要不要買 但是後來我還是阻止了我自己 再來是有一點亮片的亮片膠 那如果想要做一些首飾啊 珠寶風華麗一點的作品 就可以考慮這一組喔 這個呢是加熱 它就會 可以做成掉式的 的材料 那因為這個我比較少 少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沒有買了 那它可以搭配旁邊的亮片膠來使用喔 再來是砂糖跟粉砂糖 那它的參考圖片 實在是看不出它的差異在哪裡 所以這兩罐我就 都買回來 因為其實甜點它還蠻常使用到糖的部分 所以日後它應該消耗的蠻快的 再來是可以做成糖霜餅乾 所使用的膠喔 那它的顏色有五種 那其實我很想買回來試試看 但是如果要做成糖霜餅乾的話 當買一種顏色做不出好東西 所以買五罐又太多了 所以我就乾脆就不要買好了 那它下面呢 是已經幫你做好的冰淇淋餅乾 那如果你要做冰淇淋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就不用再做餅乾皮了 這邊呢是一些 作品的小器具 那它其實盤子有三種顏色 我買的是白色的部分 因為透明的部分我比較少使用 透明的部分比較像可以做冰 冰之類的 那我今天做的主題是 餅乾或者是麵包等等的系列 所以白色就可以做搭配了 那它最後的部分有做一點點的小介紹 怎麼製作成一個作品 那當然啊 它所有的材料都是使用 Tamiya自己本身的材料 所以你說說看這本是不是非常厲害的秘技 因為完全都是使用他們家的材料 就可以製作出一整套完整的作品出來喔 Tamiya這系列 所有的材料Logo上面都有一個很可愛的愛心的部分 那其實我去Tamiya一整間裡面 這系列其實只有一個小小小小的櫃子而已 但是我就在那個櫃子佔了大概半小時 快一個小時 因為每一樣都很想要去研究一下它到底是什麼功能 那我們今天用我們今天買回來的材料來開始製作吧 這系列的材料在台灣的模型店裡面 有少部分有在賣 但是都是少量的沒有賣到這麼的完整 那青年土的部分其實好多年前我有買過 是在台灣買的 那其實本來也要做開箱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神奇 Tamiya居然有出黏土欸 所以我就買回來試試看 那其實我就只有買青年土回來 那其他材料並沒有買到 所以其實製作起來的感覺 跟一般的青年土沒有差到很多 就是青年土嘛 所以那一部影片我就沒有再做下去了 那今天介紹的是比較完整的一系列都是Tamiya的材料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一系列的Tamiya的介紹 它的包裝裡面有簡單的介紹 它所有的工具材料介紹可以使用喔 行銷真的做得非常的棒呢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吧 今天我會把這一整包的新年土全部都把它做完 做出作品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這一包的年土可以做多少的作品出來 當然這只是做參考 因為我每一個作品的大小都不太一樣 那它其實摸起來質感 跟我們台灣的青年土差不多 那它的那個絲有沒有注意看到 它的絲的部分會比較明顯 那它的青年土的部分不會拉成一長串的那種 像那種口香糖的感覺不太會 它就是一拉就斷的質感 那它的摸起來的感覺比較黏 它不會說不黏手 一開始會不黏手 但是你搓久了搓揉久了你的手 不知道可能是我會流手汗還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其實做作品做到最後手是黏的 所以一陣子之後就要去洗個手 或者是吃東西之前一定要洗手喔 做作品一開始我都想要發揮不要浪費的精神 一定要把包裝袋上面的黏土把它黏起來 不要浪費一絲一毫的黏土 但是我發現其實它的黏性實在是太強了 它非常非常的難把它全部黏得很乾淨 所以我後來就有點放棄了 一開始我先幫黏土染色 那我用的是壓克力顏料 有點偏土黃色 也就是日本常用的漢字 上面會寫成茶色的壓克力顏料 那只要點一點點就好 顏色再把它揉均勻就可以囉 第一個我做的是馬德蓮蛋糕 那我們在壓膜之前都要先把黏土搓成圓形 不可以有裂痕喔 均勻的把它壓入膜子裡面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膜子比較淺 那它也比較有弧度 所以在脫模的時候很方便 馬德蓮脫模之後 可以拿個牙籤稍微把它的貝殼的形狀壓得比較明顯 再來做的是小餅乾 那脫模的方式我是用一塊青黏土把它黏上來 那如果其實有塗離型劑或者是嬰兒油 應該會比較 應該會更快的把它脫模成功 多餘的黏土也可以用手把它直接抹掉就可以了 這樣子方便又快速 因為星星的腳腳比較多 那我又沒有塗那個離型劑跟嬰兒油 所以我在脫模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點的小變形 餅乾壓模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再依序的做出其他的餅乾就可以了 再來要做的是天鵝的泡芙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天鵝的頭跟脖子的部分 先把黏土搓圓搓長 那記得把頭的地方要稍微流出來 再把它的頭稍微彎一下 捏出它的尖尖的嘴巴 再來拿出我們的刷子 其實是牙刷啦 輕輕的稍微幫它拍幾下 把它做出泡芙的質感 其實我覺得塔米亞的黏土 可能乾的比較快吧 因為我覺得要壓上那個質感比較難一點點 再來要做的是泡芙的 應該是說天鵝的身體 那我們要先搓出一個大水滴來 再來可以拿牙籤稍微把泡芙的形狀畫出來 因為泡芙是用花嘴擠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畫的形狀是花嘴擠出來的造型 然後拿出一支筆 我們可以用筆深的地方 把剛剛用牙籤畫過的紋路 稍微再把它壓深一點 我們需要寬寬又深深的喔 我們需要寬寬又深深的喔 再拿出我們的牙刷 輕輕的拍出泡芙的小空氣感 做好之後就先放到一邊 讓它稍微晾乾一點點 我們等一下再來做後續加工喔 拌乾的狀態下就可以把底部切掉囉 切開之後我們把中心點挖空 因為它是泡芙嘛 所以它的中心是空的 趁黏土還沒全乾的時候 拿出牙刷把它壓出紋路來 再來我們把上面泡芙的地方 切對半 這個就是我們天鵝的翅膀喔 一樣把它的中心挖空 再用牙刷把它壓出紋路來 再來做的是冰淇淋 再來做的是冰淇淋 那我們把白色的黏土拿出來 滴一滴我們想要染的顏色的壓克力顏料 那記得不要揉均勻喔 我們要揉不均勻的才會像冰淇淋喔 拿出烘焙用的兩尺 我們把冰淇淋塞進去 那有一點點多出來沒有關係 塞完之後把它拿下來 那我們拿出牙刷 先輕輕的幫旁邊多出來的地方 先壓上紋路 之後再開始壓半圓形的冰淇淋身體 再來做的是冰淇淋的餅乾 我們先把黏土壓扁 再把它壓上去有格子紋的塑膠片上面 幫它稍微壓一下 拿下來之後我們把它折成圓錐的形狀 完成後我們一樣先把它放到旁邊 先做乾燥的動作 再來做的是愛心的餅乾 其實我覺得我做起來比較像麵包耶 先把黏土搓長 那把末端稍微轉圈打結一點點 那我們再把它對折 這樣子就有一個愛心的形狀囉 現在做的是甜甜圈 我們一樣先把黏土搓圓 那輕輕的稍微壓扁一點點 拿出一支筆 我們在中間的地方搓一個洞 那盡量把那個洞挖大 這樣基本的甜甜圈就完成囉 再來做另外一個樣式的甜甜圈 先準備八個小小圈圈 我們把它組成一個像花圈的形狀 八個小圈圈都排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幫它兩兩相接 把它向中心點 把它壓解 再來是有螺旋紋的甜甜圈 我們先拿牙籤先畫出我們要壓的形狀 再拿出牙刷來把它壓出我們要的紋路 再來是有凹洞的甜甜圈 我們先準備一個基本型 再拿一個一支筆 那我們將末端圓圓的筆桿那邊稍微把它 繞著那個中心圓把它壓扁 壓出一個凹槽來 那我們也可以拿牙刷一邊把它的紋路拍出來 免得我們做太久然後紋路拍不出來 因為做太久黏土會乾掉 再來剩下的這些黏土我想做一個大吐絲片 那我先把黏土搓成圓 再努力的把它攤開壓扁 拿出牙刷 我們幫它壓出吐絲的紋路 牙籤畫出吐絲邊緣的邊緣線 用牙籤做出吐絲的破裂感 以畫圓圈的方式畫出吐絲的纖維 來 再來要開始上顏色囉 我們打開我們這個非常厲害的眼影盒 好那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們只要照著順序 有淺的塗到深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淺的部分我們可以用刷子 把它大面積的先刷過一遍 那中間的那個顏色我們再稍微塗一下 那黑色黑咖啡的地方 我們只要塗一點點就好 所以其實我們從最左邊淺的 塗到最深的顏色 我們淺的顏色要塗最多 深的顏色要塗最少 那這個順序就是很簡單的 它已經幫你排好了 那其他的作品就依照這個方式 都幫他塗上烤色就可以囉 再來幫餅乾塗上粉砂糖跟砂糖 那第一個葉子呢我選擇塗上粉砂糖 粉砂糖塗起來的顏色比較白一點 它呈現的感覺會比較像糖粉 再來塗的是砂糖 那砂糖它的顆粒比較大 它在挖的時候還可以 但是在塗的時候就比較難附著在餅乾的面上 需要稍微抹一下 天鵝泡芙的部分我選擇使用粉砂糖 我想要讓它有糖粉的感覺 那因為用牙籤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覺得用手指頭慢慢的把它抹上去拍開來 感覺會比較好 塗完粉砂糖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旁邊稍微晾乾一下 這個是想要做杏仁的小碎片 黏土等它乾之後 把外層塗上比較深的烤色 那之後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塊一塊的 做成杏仁的小碎片囉 再來拿出巧克力醬 我們要使用甜甜圈 我們今天這個甜甜圈要做成杏仁碎片巧克力甜甜圈 這名字還蠻長的 新開封的罐子要記得 裡面有一個內衣塞要把它拿出來喔 這一個步驟讓我想到之前做的一部影片 小熊鬆餅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如果不記得了上面有連結 可以連結上去看 那一個 還蠻失敗的 哈哈哈哈 這次我們用不一樣的巧克力醬 應該不會再發生像上次一樣的事了吧 不要折磨我了 再來是Tamiya出的奶油圖 終於要使用到奶油圖了 我們先裝上它附的花嘴 先拿小小鬆餅來試試看 擠一個小小的奶油花 小小的看起來還蠻美的耶 那我們 要開始大手筆的開始擠下去囉 有一點緊張 怕會失敗擠得不好看 擠完奶油之後 我們就可以組裝天鵝囉 再來是好吃的雙麒麟 再來幫雙麒麟 淋上好吃的巧克力醬 還有撒一點剩下的杏仁碎片 這樣就完成囉 現在我們一一的來看完成品 第一個是原味的甜甜圈 第二個是砂糖甜甜圈 第三個也是 那第三個它是有花圈的 第四個是巧克力Donuts 第五個是巧克力線條 第六個它就是塗滿整個 第七個它是杏仁口味 最後一個它是有凹槽的 反正這系列全部都是巧克力啦 再來是簡單的小小鬆餅 那因為我沒有買糖漿的果醬 所以就吃原味吧 這些是各種顏色的冰淇淋 再來是各種款式的餅乾 看起來都很可愛耶 真的是隨便做都很漂亮 重點是那個烤色真的是 隨便塗都很漂亮 不怕不怕你挑錯粉彩 用錯顏色 怎麼塗怎麼都有那個感覺出來 吐司也是用這一款烤色 把它塗上去的喔 再來是我最喜歡的天鵝泡芙 但是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我們剛剛擠的奶油土 它已經已經融化掉了 其實我那時候剛擠完的時候 它已經漸漸的就已經失去它的紋路 這一個冰淇淋 雙淇淋 剛剛擠完的時候還很漂亮 但是它其實過了一個小時後 它就已經融掉了 可能是水分太多吧 可能是我使用不當 或者是我買到瑕疵品吧 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買塔米亞的奶油土 試試看喔 那我們一包塔米亞的青年土 就可以做這些所有的作品 那就全部把它用完了 今天所做的甜點造型 都是我覺得比較適合使用青年土製做的 也算是有一點即興發揮吧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作品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